别喝了 你怎么了 我喝个水 怎么了 大美 你想想啊 你妈公司开那么慢 她膝下又没有儿子 咱们得想办法 把她家全喊 给她弄过来啊 乍天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我也想弄过来 但是我不还有一个妹妹了吗 我告诉你大美 你那个妹妹啊 你可得低调着点 你别跟她平时老老实实的 但是做那些事啊 都猴经猴经的 我知道 这些还有你教我呀 我心里都明白 还有啊 咱妈年事已高 你啊 是大女儿 这个钱啊 想办法 给她弄过来 可不能落到你妹妹手里 关键是 想什么办法呀 这样做 我这信心也苦苦干了一辈子 西夏无子啊 有两个女儿 这 我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 到老了 我靠水啊 两个闺女 哪个能靠得住啊 这样啊 我得试探一下 看看这两个闺女啊 到底哪个对我是真心的 哪个对我好 我这这么大的家产 我就给水 如果啊 哪个不好 我呀 心里也有说 哪个好 我心里也有个底啊 我心里也有个底啊 你说我们两个准备去接妈呢 你非要把妈送过来 我今天刚好也没事 就把妈送过来 师父也过来看看你俩 来我们家 有什么好看的呀 再说了 我们把妈接过来 是让妈享福的对吧 是啊 大天说的是 妈 你既然今天过来了 你以后啊 就安心在我们这住着吧 是啊妈 在我们家不缺吃不缺喝的 我们两个还能好好照顾你 现在正好 是实际 你们都在这儿 妈跟你们说件事 妈公司啊 现在经济的不是太好 这个钱呀 出去了 就是转不过来 妈想着你们 怎么两个 也先拿出点钱 我这公司啊 先进入了 为了不让公司倒闭 你们两个都出点钱了 妈 你这是准备 给我们要多少啊 要多少 对你们来说 不多 每人拿200万 妈 我忽然想起来了 我也有急事呢 那我又先走吧 莎莎 妈 这公司 亏损多厉害啊 你居然一下子要400万 乍天啊 你是不知道 这公司啊 就差宣布倒闭的 妈 说实话吧 这200万 我们家 也困难 但是 如果说 你 把这个快破产的公司 转到我们家 我们啊 给你50万 养了吗 怎么样 妈 只需要 让你们啊 先拿出200万 度过 公司的这个难关 就行了 现在啊 妈还能干动呢 等妈干不动了 以后啊 再说 妈 你说你都一大把年纪了 你还干什么呀 在家享福德了 你把公司交给我 我绝对让他起死回生 大鸣 你和乍天 你们两个手话 怎能这样啊 妈 这是找你们 先借你们的钱 以后啊 妈会还给你们的 妈 这是干得好好的 说什么说呀 妈 你看你啊 一大把年纪了 你这脑子啊 都跟不上潮流了 你还不如把公司 给大美 让大美好好经营 你放心 你把公司啊 交给我们家之后 我们肯定啊 会把公司干好的 不会 辜负你 一番心血的 是啊妈 乍天说的对 再说了 我们也是好心 为你着想 妈 你既然来了 你就别走了 我找人 你订合同 把这个公司啊 转到我们名下 乍天 大名 你们两个 妈还以为到你们这借钱 你们会 借给妈钱的 原来你们两个 是打我的公司的主意的 妈 今天这个公司 你转也得转 不转 也得转 妈 你怎么回来了 莎莎 坐下 坐下说话 我怎么又回来了 莎莎 妈 你刚开始说的 让我出门了两百万 我抽到了 你抽到了 是啊 贵妮啊 你真是妈的好 贵妮 妈没想到 你这么快 就帮那二百万 给妈抽到了 妈 我告诉你 只靠杀杀他二百万啊 你公司啊 完全救不活 那二百万啊 我和大美 是不会出的 是啊妈 那二百万 我们是不会给你出的 除非你把公司 转到我的名下 行了 你们两个 妈 今天跟你说实话 妈的公司啊 真的很好 妈 你刚才说的话 原来都是骗我们的呀 妈 没什么意思 妈想着 妈 对你以后啊 想着个 接班人而已 你们子民姐妹两个 从中间跳一个 先进 妈知道了 莎莎 咱们走吧 妈 妈 这事弄的 哎 说了半天 还是被这个莎莎 把妈的公司跟动走了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追妈去吧 赶快给妈 到天 老公 干嘛呀 嗯 你能不能 给我两百块钱呀 要钱干嘛呀 我上个月不刚给你两百吗 上个月是上个月的 我都已经花完了 花完了 我给你两百块钱 你怎么花的 啊 我就给大美 逛了个街 我也没想到这钱 怎么那么不惊花呀 你就 再给我两百块钱吧 我再给你两百块钱 你当我的钱是好挣的呢 啊 每个月我给你两百块钱 你都那么快花没了 你不知道省着点花呀 啊 小伯儿 你每次给我的钱 我又没有浪费 我都花在正经的地方了 我现在给你要钱 我不是在想买衣服吗 这都换季了 我也没衣服穿了 你没衣服穿 你自己不会想慢慢呀 给你那个爹要去 你爹啊 不是挺有钱的吗 啊 小伯儿 咱俩现在都已经结婚了 我哪好意思 再管我爸要钱呀 我只能找你了呀 我告诉你 我的钱啊 我还留着打牌抽烟喝酒呢 你还想要钱 我还想要呢 我上哪弄去啊 你以为我挣钱容易啊 自己想办法 告诉你 当时啊 要不是看你那个爹 那么有钱啊 我才不会和你结婚呢 现在呢 你瞅瞅你爹 都落脑成啥样了 公司都倒闭了 穷光蛋一个 还给我要钱呢 朱小伯儿 咱俩结婚之前 你可不是这么对我的呀 现在我们家破产了 你就这个态度 对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你爹破产了 没钱了 穷光蛋 我才这样对你 要不然 当时 我娶你干嘛呀 你丑褥你长呢 也不是这么好看 我当时啊 就是冲着你爹的钱 我才娶你的 好啊 朱小伯儿 你现在终于说实话了是吧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当初 跟我结婚 就是为了我家的钱是吧 对 就是因为你家的钱 要不然呢 我娶你 可能吗 行了 自己想办法去吧 我出去 打牌去了 小伯儿 小伯儿 你怎么才回来呀 我什么时候回来 用你管吗 我发现你现在管子有点宽呀 几点了 做好饭没有 你不知道 我回来 我饿了 饭 我还没来得及做呢 家里面 天天都是我在忙我 你倒好 回来了一通潮 我发现你这两天 脾气渐长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饭还都没有做呢 你啊 天天在家待着干嘛呢你 啊 周小伯儿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你是不是故意找我事呢 对 我告诉你啊 我就是故意找你茬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看见你我就烦 现在觉得我烦了是吗 还不是因为我爹破产吧 小伯儿 你这面目 终于露出来了 还用露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就是图你家钱的 小伯儿 我算是看透你了 没想到 你现在竟然变成这种人 行了 你别那么多废话了 赶紧收拾收拾 这是你的东西 赶紧滚蛋吧 在家 饭也不给我做 我要你来干嘛呀 养着你啊 行 要我走是吧 你可别后悔 赶紧给我滚 小伯儿 看你你心 你不是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啊 小伯儿 我今天不是搬出来的 我告诉你 我今天来 是有事要告诉你 别那么多废话啊 有啥事 赶紧说 有啥事 赶紧放 小伯儿 没想到到现在 你还是这个人 你自己看看 离婚协议啊 告诉你 我等这一天啊 已经等了很久 行了 离婚协议已经给你签完了 赶紧滚蛋吧 别再让我看见你啊 好了 现在自己签了 我现在 有必要把话跟你说清楚 说清楚 小伯儿 我爸的公司 现在是破产 但是我忘了告诉他 咱俩结婚的时候 我爸可是给了我一张 五百万的卡 我一直藏着呢 本来想着 到时候咱俩 遇到什么事 我好把那个钱拿出来 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副嘴脸 现在看来 这个钱 也没必要让你借了 莎莎 你说的这是真的呀 咱俩结婚的时候 你爸 给了你五百万 对啊 五百万 但是现在 这五百万 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莎莎 那个 这离婚协议啊 我刚刚就 谁跟人们一签 你不要当真 咱俩不离婚了 松手 莎莎 平时我对你也挺好的 咱俩能不能不离婚呀 你放心 你放心 以后啊 咱俩好好过日子行不行 有了这五百万 咱们这日子肯定过得特别好 小王 没想到 你现在看到了五百万 态度竟然一百八度大转弯啊 我告诉你 我也懒得跟你过下去 现在离婚协议也签了 咱俩 到此为止吧 行了 我的事办完了 我先走了 莎莎 莎莎 不行 他身上可有五百万的 我一定要把他追回来 莎莎 自己动手 我必须要不离婚